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 預計今年第四季上巡 完成重新檢視法援制度工作 近期有聲音批評有人濫用法援 行政長官林夕月娥早前說 將會交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檢視相關機制 張建宗在立法會回應議員口頭質詢的時候說 相關工作已經展開 預計在三四個月內得出結果 將會檢視現時法援案件 會否過度集中在部分律師 考慮收緊律師接收案件的上限 稍後會諮詢法律援助服務局等等 再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回報 有議員建議日後分判案件的時候 不容許申請人指名律師代表 會否像參考公立醫院那樣 是當事人不應該選擇的 應該大家是輪流的 你是將不同資歷的律師和大長 資深大長 他之後排到那個是在那方面的專長 那你就不會導致很多人 他是很大的誘因去製造一些個案出來 如果是跟一個好像的士隊排隊那樣下去 不好處就是有些可能是經驗不是那麼足的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足 還有效率去重新開始看過個案 也有議員建議將公眾利益列為審批法援案件的其中一個考慮 張建宗說理解社會關注部分案件會考慮在制度中適當增加透明度 加強公眾的了解 無聲電視機就在韓文君報道